遭受新型肺炎疫情打擊的歐洲旅遊業迎來曙光 歐盟有望趕在夏天旺季前放寬出入境限制 建議向新型肺炎康復者據陰性檢測證明 或者接種了或歐洲藥品管理局認可疫苗的人發出通行證 可以自由出入27個成員國 通行證費用全面分子本和電子兩種形式 亦都適用在列支敦士登、冰島、挪威和瑞士 但就未清楚是否包括英國 下個星期歐盟峰會會討論細節 歐盟委員會主席馮德萊恩強調接種不是通行證條件 方案討論多時 有輿論擔心部分國家接種速度慢 會造成歧視 據歐盟資料 目前只有少過5%的歐盟公民完成接種 有部分歐盟國家 例如匈牙利 就自行訂購了俄羅斯和中國 未獲歐盟許可的疫苗 歐盟說通行證只是會發給 接種獲歐盟許可疫苗的人 但個別成員國 可以決定是否容許接種了其他疫苗的人入境 世衛宣布疫情大流行結束 就會終止計劃 有線電視記者 吳景儀報讀 散言 交易 列車 列車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